画作中心这大范围宽板的线条 以无比强大的张力 平衡了画面上其他细索的图纹 这样大面积的色块使用 在红通的创作中是罕见的 红通以饶腹现代感的色彩 统一了笔触绵密、纹理纤细 形式繁复的构图 让原本饱含传统民间故事气息的作品 充满了当代性 1997年 我创下红通公开市场的拍卖最高纪录 买下了这件作品 金额在当时也可以买到一件不错的长玉 或是吴冠中的作品 如今,长玉的画价已是当年的70倍 而吴冠中也有近50倍的涨幅 但红通的画价依然停留在当年 然而,时至今日 我没有丝毫地后悔 因为在我心中 它是红通最好的一件画作 这作品如此地令人惊叹与惊艳 若将这件作品放在艺术大师 毕卡索的作品旁相比 也丝毫不会逊色 请不吝点赞订阅